那么台风大雨南区所有的便道遭到了冲毁 无法通行 无形当中也增加了民众就医的成本 佐西湘时平部落的一位湖姓民众 一早开车绕道 准备到玉里镇来洗肾治疗 不料半途有料用尽洗火 正愁无法就医之际 被巡逻远警发现即刻送游救援 排除了困境也顺利到院接受治疗 风雨中巡逻的远警 新京竹腹大桥桥头瞥见这部停靠路边的白色轿车 车主一连心急忧苦 于是赶紧下车询问 车主表示要赶着去玉里洗肾治疗 却不知车子没有 远警二话不说立刻伸出元首救援 卓西湘十平部落湖姓民众 今天一早开车绕道 准备到玉里镇洗肾治疗 原本精算的油量 却因为绕路 开到了卓富大桥时 车子油料用尽 无法前进 湖姓民众正苦恼之际 索性被巡逻远警发现 不一会儿的功夫 远警就提着一桶油 来帮湖姓民众的车子加油 顺利排除困境 湖姓民众也频频致谢 是一位民众要到玉里镇上洗肾 因台风影响 便道都无法通行 只能不断绕路 最后因气油不够 困在卓富大桥南端 本手立即前往购买汽油 协助该车量发动 让该民在台风天 能顺利前往医院洗肾 在远警帮忙加油之下 湖姓民众得以准时到院洗肾 玉里镜分局分局长黄敬瑶表示 助人为快乐之本 为民服务士警察重点工作 民众有难 就给予关怀和协助 分局长也再次呼吁乡亲 出门前应该注意车况 台风期间外出也要保持警觉 注意交通安全 记者张敏泰 石玉兰 昨季采访报道